从这一节开始呢,我们正式开始进入一个技术知识的一个学期 那么在技术知识的学习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几个问题 那么第一个问题还是前面所强调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曾经专门的强调过一次的就是我们交易的对象是价格的波动 也就是说我们在学技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 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价格的一个波动 我们只有在通过我们这个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价格波动 我们才能够盈利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我们的分析对象就是价格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把重心放在价格上 我们不要把重心放在一些其他的复杂的东西身上 比如说像指标 那么所有的指标其实都是根据价格的波动来变动的 那么在外汇里面它还有一个特殊性 就是没有了成交量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没有了成交量之后 所有的指标的变动完全的根据价格来波动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去分析指标 然后去反推价格的话 那我们何不把重心就紧紧的放在价格上呢? 所以这是第一点 就是后面我所讲的这些技术方法 完完全全的是由价格本身得出来对价格波动的一个结论 我们不要根据 技术指标来 也不要根据其他的东西来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关于基本面的分析 当然最后我会跟大家讲怎么样去利用基本面的一些数据 但如果说我们像一些网站上的这个分析师一样 我们去说昨天之所以这个上涨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消息导致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这个它对我们的交易没有任何的帮助 那么在以后出现类似消息的时候 它会有相同的影响吗? 不可能的 就别说其他的了 就以加息而论 那么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澳元加息居然导致澳美暴跌 也就是说消息的影响 它是不可预测的 消息它不是胡乱出的 也不是胡乱对市场有影响的 只是说当主力准备好了之后 同时又有了这个消息 然后主力借这个消息去炒作而已 所以我们不把眼光放在消息上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把握消息 那么不把眼光放在消息上放在哪里呢? 价格就放在价格上 也就是说我们不看指标不看消息 我们就看价格 当然像其他的 诸如什么心态最重要啊 什么寻找圣杯啊 或者诸如此类的 那当然就是更不用提 这些东西都不足以让我们盈利 只有一个东西能让我们盈利 就是价格 只有价格和价格的波动能让我们盈利 所以我们其他的就都不管 我们只看价格与价格的波动 然后借此推论后面的价格会怎么去波动 这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 我们确定就是价格 那么我们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分析方向 或者我们的分析标的 比如说我们做一笔单子 那么假如说我在1.2800做多欧美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在1.2800做多欧美 这句话它表示了一个什么含义呢 它表示了两层含义 第一 对欧美的一个判断是要往上涨的 所以你做多 第二 你是在1.2800做多的 也就是说你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买的点位 你不是在1.2700 也不是在1.2900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每一笔交易都包含着两个内容 第一就是方向 第二就是点位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分析价格 我们分析我们的这个价格走势 然后借此去做交易的时候 我们要分析的就是两个内容 一个是方向 一个是点位 方向好 点位加 这就是一笔良好的交易 方向好 点位不加 这是一笔稍微差一点的次好的交易 那么方向不加 无论点位好不好 都是很差劲的交易 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把方向把握好 然后我们尽可能追求一个好的点位 这是我们的分析的一个标的 就是说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分析呢 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就是 首先我们看方向 然后我们去寻找点位 方向好了 点位好了 好 一笔完美的交易就出来了 那么很多人学技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学 实际上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分析的标的是什么 当你知道了这两点之后 你在学技术的时候就往这两个方向去学就OK了吗 无论是什么技术 你就看用这种技术怎么去判断方向 用这种技术怎么去寻找点位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这是第二个要强调的 就是我们的分析标的 第三个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就是经验积累怎么去积累你的经验 也就是说 我把我把这些技术方法交给你了 你怎么样去用这些技术方法呢 你怎么样去学习呢 你怎么样在实盘中去使用呢 那么重要的就是 不要用肉眼看盘 要用技术看盘 什么叫用肉眼看盘呢 比如说你说 当前欧美的价位是1.2801 那这叫用肉眼看盘 再比如说什么情况呢 1.2801 那我刚才1.2800做多 我赚了一个点 不错 也就是说 自己的心情随着账户的盈亏而起到这种波幅 那么这也叫用肉眼看盘 像这种看盘方法 对于我们的交易来说 有必无力 没有任何的好处 那什么叫用技术方法去看盘呢 用技术方法去看盘就是 当前欧美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好 上涨之后 那么完成了一个多方空 那么目前情况下 欧美运行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么是一个下跌过程 那么当前我可不可以去做交易 无论是多也好 空也好 那么当前的一个结论是 无论多空都不适合去做 因为方向是看空的 然后呢 但是现在又接近一个底位 所以现在多空都不合适 好那好 那我得出结论 我目前的一个交易状态 就应该是等待交易机会 那这叫做用技术方法去看盘 如果说你能够坚持的这样去看盘 而不去管当前是什么价位 也不去管我的账户是赢是亏 那么持之以衡的话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 你的交易能力就能够超出 这个市场上90%的人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能够获利了 你不会再一直的亏损下去了 这个市场上90%的人是亏损的 那么这是在讲技术之前 要跟大家明确的三个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会把目光只放在价格的波动上 我不会去管其他的任何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 我在做分析的时候 我分析两个内容 一个是方向 一个是点位 第三个就是要提醒大家的 那么你学习了这些技术方法以后 包括了我的技术方法 也包括其他老师的技术方法 那么你学了之后 你要在十分钟去用 在十分钟去积累自己的经验 要不然的话 学了没有任何用途 那么怎么样在十分钟用 怎么样在十分钟积累经验呢 就是不要再去用肉眼看盘 要用技术看盘 好 这一节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开始正式的技术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